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跟進的一件奇怪恐怖的補習老師 之前有個男的補習老師 跟他自己補習的女學生拍了很多照片 一些頭貼頭的照片 放上IG 騷擾學生的家長 之前我講過 現在東張西望那邊 就有一些叫做跟進 東張西望在4月21日的一集報道裏 這宗被疑似戀同僚騷擾的事件 事業完畢,因為疫情下 家長都跟子女上網找補習老師 有一位叫蘇太 就在網上找到一個林sir的補習老師 幫他10歲的女兒補習 怎知之後發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件 這位蘇太就表示 林sir第一天上門的時候就問他 喂,房裡有沒有閉路電視的 第三天就問他 可不可以帶你女兒出去吃飯 後來蘇太就發覺 你都沒有在不對勁 於是就去林sir的社交媒體裡 怎知發現林sir在社交媒體裡 擺了大量跟女童的合照 是跟不同女童的合照 而且那些小女兒在合照裡面 還坐著林sir的大腿 有些還跟林sir頭貼頭拍照 大驚之下蘇太就決定不再給林sir跟女兒補習 這件事在網上發酵 之後有一個陳小姐就表示 林sir在未經同意下跟女兒合照 更加拍下了她家的環境放上網 而今次東章西網厲害了 其實這真是重點 東章西網刮這些資料真的很厲害 東章西網竟然找到林sir 即是這個戀童癖的混蛋 他的舊同學 一個在台灣留學時期認識的同學 就叫做Billy 這個Billy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喂 阿屌你想了林sir 他未來台灣之前 已經在WhatsApp加了四十幾個女孩子 差不多統一都是虛寒問戀 跟他熟了之後 聽林sir說 他就跟Billy仔說 我喜歡小妹妹的 來台灣之前 還有個十一歲的女朋友 十一歲很小 我屌你老媽 還不是亂同批你這個混蛋 還給了一些親密照 這個林sir很奇怪 東章西網之後報道 蘇太拒絕了林sir 再幫他的女兒補習之後 就收到一些奇怪的短訊 短訊就寫著 兜兜轉轉都是分開 為何那麼殘忍 不來你家都可以來你家吃飯 你這幾個月變成美女廚房 想試一下你的手勢 蘇太太就頂不忍緊 就封了他的電話 這個林sir很瘋癲 跟你很瘋癲熟嗎 吃什麼的飯 你補習而已 你媽媽 好像朋友一樣 為何那麼殘忍 網上證 這些全家產擺明 又是壞了腦 然後 封了林sir的東西之後 又收到一個 疑似是林sir的朋友 還是不知是林sir 的短訊圖片 圖片就是一封手寫信 大概就是林sir覺得很抱歉 又說大家關係都算良好 什麼都可以談 子女學業也可以談 私人八卦也可以談 信裡面又說 林sir的內心 好像被刀插入內心 內容相當怪異 令人不安 想其後 這件事在網上傳開 不少家長 就說請了林sir之後 都遇到差不多的情況 說東張西網勁勒 找到林sir上節目接受訪問 林sir解釋就說 可以很肯定地說 他就不是亂同僻 這件事只是網民的推演 加鹽加醋 令到件事發酵了 又說 跟小朋友合照 就是表現出 跟小朋友的關係親密 跟小朋友說 我屌你媽媽 錯了大腿的小女孩 你媽媽 你要避炎吧 你媽媽 你這麼大個人 真是瘋狂的 然後林sir有再說 自己是一個身心健康的成年人 你寫得出奇怪的文章 我屌你媽媽 做一封信給人 你那些短信 已經知道你這個瘋狂的瘋狂的 身心健康 惡狂狂狂的 他就說 我都想跟小朋友拍照 表達他們小朋友的關心 我屌你媽媽 那拜登屌你媽媽 聞夠小朋友 又是表達關心 癡狂的 就說想讓他們知道 老師是關心他們的需要 就說搞好雙方的關係 那關於合照的時候 碰到女童屁屁屁的一件事 他就解釋就是 角度問題 就說跟小朋友玩的時候 難免會有些碰撞 屌你媽媽 真是忽的 擺明就是屌你媽媽 抽夠小朋友 摸夠小朋友 混蛋 真是好人病態 但是他又否認 他又是寄信 和傳信息給家長 屌你媽媽 這個混蛋 真的擺明是亂同僻 我想屌你媽媽 都不用討論 這件事 大家請補習老師 真的要好小心 最好是熟人介紹 你可能不知道怎樣 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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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千萬千萬 不要隨便上網找 你上網你不知道 找到什麼人回來 我以前小時候 我也有請補習老師 家人幫我 請私人補習 全部都是朋友朋友 介紹 可能是我家人的朋友 舊同學 或者我家人的朋友 舊同學 不知子女 那些 可能大學生 就不會三狗 不認識七 無論啦 屌你媽媽 在Facebook找個不認識的人 到你家 千萬不要這樣做 你怎樣死想難想 你都屌你媽媽 你都屌你媽媽 看看有沒有朋友可以介紹 或者可能那些同學仔 可能你的兒子的同學 他們都有可能請補習的 你批一下那些 再不是 你寧願 現在呢 疫情 我不知道補習社那些 有沒有開 如果不是 寧願去補習社補算 屌你媽媽 是 因為真的 你兩個人 有時你還要不在家 放個小朋友 和補習老師兩個人 在家 屌你媽媽 都不是安全的 都有點危險的 你又不知人家是什麼人 不要說想搞小朋友 待會偷你東西 都危險 都無謂 所以我又覺得 屌你媽媽 想找些朋友 真是穿得回的 來補 我看這傢伙 這個林sir 擺到明是喜歡小朋友 屌你媽媽 擺到明是拜登的朋友 不過東張西亡真是厲害 找得回他那個 舊同學出來訪問 只不過拜登 就忍不住 屌你媽媽 見到那些小女兒 那些好鄉 就忍不住去問 但這個傢伙 就喜歡拍照 那看些前文後理 大家如果 你可能 看一些深入一點的報道 或者你有你的方法 在Facebook找得回他的相片來看 他真的擺到明是很有問題的 好屌不安的 他那個IG那裏 他全部都是跟小朋友的相片來的 好屌鬼異 可能creepy的 那個畫面 是令人好不舒服的 一看就知道是變態佬 這些傢伙 你爭什麼 屌你 你發的那些Whatsapp 已經擺到明是有問題 我當那封信不是你寫的 OK 我當封信不是你寫的 但是你發的那些東西 給那些家長 已經擺到明 你的人是很有問題的 那些Whatsapp對話 什麼美女廚房 又說什麼東西 為什麼這麼殘忍 那些是壞了腦 這些人 所以各位網友 如果有子女 要請師寶的話 真是要找一些 穿得回的 騰騰騰騰 是懂得的 OK 就不要屌你 九不答八 不知道做什麼 Facebook找個三不識七的人 上門 幫你的小朋友補習 這樣就相當之危險 我覺得 再不是如果 日日可能 我不知道現在補習社有沒有開 就是我不知道現在疫情補習社 開不開 如果譬如你說 日日沒有疫情的 最好就寧願說 哎呀屌你老母 送個小朋友去補習社補算 你起碼有個地方 還有你整班小朋友 你不是單對單 有沒有那麼危險 我覺得 今天分享到這裏 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